那我就是 我一开始也是不要 然后他们就老是说 我这就太手下的 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是说 就手下吧 就当个礼物啥的 然后我就也是推辞不过 他们知道有他吗 知道 你见过那俩吗 见过 他介绍过我是他男朋友 那不是 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我就说他不会处理 和疫情之间的关系吗 Megor Friday都接受 我感觉这个 他不应该接受我的东西 那我以为就 朋友之间 就一个礼物也没啥 你收了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就最后的时候就 那啥 一开始我就是拒绝 然后就想 最后一想 朋友之间 那也就没那么那啥 不是想他那 不是他那意思 说说你吧 前女友的礼物收了吗 前女友 之后边 我也给他寄回去了 那个寄回 你也比你做得好 寄回去了 不是 就是在我知道之后 他才寄回去的 他以前的时候没有 是你要求他寄回 他自己寄的 就是我知道之后 他才寄的 我们俩当时就吵架了 他才寄的 那他用过那个T恤刀吗 反正当时真的都已经开封了 开完封又寄回去了 本来是想收的是吧 其实我刚收到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帮个忙嘛 可能时间帮个忙送个礼物 然后也没在意 本来就是朋友嘛 然后他知道之后 我俩也因为这事大吵了一架 然后看他挺生气的 然后我感觉也挺不应该收的 然后就给人寄回去了 寄回去了 对 就收了这一份礼物是吧 对 确实跟前女友没什么了 没有没有 然后为了我这么用清白 我把手机什么的 也都给他检查 教给他看了 那你以前的时候 你不聊 你俩总不是聊天吗 有时候就聊到十一二点 我就不是大半夜都在聊啥 然后还故事到晚 我就感觉都太不正常了 那我俩聊天就是 也不是说每天都聊啊 就是有时候聊 聊一几天聊到挺晚的 那到晚上了 说句晚安呢 还不正常吗 那都算正常 他给你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Q 或者是发个微信 那不都行吗 都为啥都非得送礼物 你要不他这么好 他就这么对你 那礼物也不是 我让他给送的呀 你这么说吧 你前女友对你贼心死了吗 应该是死了吧 你贼心死了吗 死了 确实死了啊 对 他应该是死了 就是你不确定 对吧 对 你都不确定 你老跟人聊什么呀 聊 就是有时候 碰上啥事啥的 说两句话 那你不能跟他说吗 你跟前女友说啥 跟他也说呀 那你就跟他说 就别跟前女友说了呀 是 是 这不后面 因为这事 看他挺不高兴的 现在还联系前女友吗 不联系了 你不是没事了吗 那他就是瞒着我 你们俩交往多久了 一年多 他跟前女友联系有多久啊 就是我是前一段时间 发现他们联系的 我想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了 他还这样 我都知不知道到底是 就是 我就想跟他分手 我就不想 你要分手 就因为这事 就要分手啊 这是其一 他还总是限制我 他限制你什么 就不让我交朋友圈 现在都没有了 说说说 就是 就是我们男生比较多 然后他就是 不让跟男生一块说话 说话都不能说 你真的是不让人说话呀 不是说不让他 他掌握不好的度 所以说我就让他 不是 他掌握不好什么度啊 就是男生送他礼物什么的 他都送了 他们把男生都送他礼物吗 不是全都送 送了吗 有一个送过 有个喜欢他的男生 他有个喜欢他的男生 跟他表白了 然后当时他是拒绝了 然后去拿他生日的时候 再送他的礼物 他也接受了 而且还是条项链 是今儿这条吗 不是 我那条给他送回去了 我知道当时 送回去了 他也不高兴我这样 然后我就给他送回去了 以后也就没啥联系了 我现在都已经 没有啥朋友圈了 但是他还是对这事 不依不着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崴脚了 然后下课的时候 我们俩约好一块吃饭去 谁崴脚了 我崴脚了 你崴脚了 然后我们俩约好一块吃饭去 当时特别着急 然后在那楼梯那 然后就崴脚了 当时就是特别疼 然后就坐低下来 我们班后来 出来一个男生 然后给我扶起来 问我去哪 我说要找他去 他就给我扶到那了 就是脚特别疼 他挽着我胳膊过去的 当时他看见那脸 立刻就变了 他掉头就走了 为什么 那我承认我心眼是有点小 那当时我就看见 那个男生挽着你手 当时我不是也挺生气的吗 也没注意到那个脚 那后来时候 不也道歉了吗 那我就是感觉他 在我这个崴脚 跟我跟男生在一块 他都相关心的那个问题 都不关心我 当时就是 他还特别讽刺地跟我说 他说你这崴脚是假的 好像就想让那个男生扶我 然后我到宿舍了 就是一会儿电话就过来了 然后我以为他是安慰我来的 他就这么跟我说 那当时我不跟你说的 也是气话吗 对啊